這個信仰講清楚的節目 由YouTube Channel 移師到香港書展 我們實體邀請到兩位非常有份量的嘉賓 第一位是來自加密愛禮信中學何玉芬博士 歡迎 大家好 第二位我們邀請到澳志尊的創辦人 蔡志輝Leslie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見到這裏現場有很多朋友 龍光牧師 很多好朋友在我們的中間 我們今天除了分享以外 希望現場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覺得有難題 都可以就著我們的分享去發問 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們的主題非常之 每一個人都合適 封城人生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有了封城人生 我們每一個人就成功了呢 我先問一問 Leslie 因為澳志尊你們的產品 經常都在不同的場合 我都看到 你們都很成功入屋 因為我們這些主婦 都有用到你們的產品 多謝支持 你們都是非常之成功的商人 我相信 那你怎樣去看這個封城人生呢 那封城人生呢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都覺得 擁有很多 得到很多 那就是封城人生 那所以呢 我小時候 特別我是來住比較窮家一些的 屋邨仔 那時候基層一些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 那沒有呢 我自然覺得想有多些 有多些就封城了 那剛才你說 那怎樣為之成功呢 成功就是有很多錢 買到很多樓 住大屋 養狗 請過摩托莊門口 小時候 那些人是這麼說的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有錢人 那但是這樣 是不是封城呢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應該是這樣相信 不過因為我在中學年間 就是中學時期 那我認識主 那聖經就告訴我們 在馬太福音16章26節就說 人藥賺得全世界 賠上了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是不是 人沒有了生命 還可以換些什麼呢 錢 其實是 聖經一語道破 是不是你得著所有東西 賺得全世界 這樣就很好呢 那條命仔最重要 得到生命最重要 那這個生命是什麼呢 我相信就是 約翰福音10章10節裡面 就告訴他們 耶穌基督說 我來的原因就是 要你們得到生命 而且得到封聖的生命 是不是 所以 應該就是主耶穌所說的那個 那個生命 就是最重要 那個是一個封聖的生命 是來自上帝的生命 就不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當然是活著 但是如果你活著 你得到很多東西 但是你每一天都是 升息犬馬 你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但是你好像行屍走肉 不知道人生的意義 這個不是封聖 也都不算得上 是什麼成功成就 所以由蔡智輝先生去講 其實是一個 很好聽 很動聽的故事 很勵志 因為他說 他是一個小屋 不是含著金鎖池出生的人 但是他今天都很有成就 可以有一個自己 很有才力的公司 很有能力的公司 很多很好產品的公司 但是原來他裡面的內心 就是一個 跟別人不一樣的想法 不如我們轉移去教育界 問一問 問一下校長 校長我們看到學生 當然是想個個都有成就 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好像培育島一樣 一個集團 一個很大的公司的主席 是不是每一個學校的校長 或者老師都會想這樣做呢 第一 沒有什麼可能我們每一個學生 透過教育都可以 好像蔡先生一樣 由他經常說的一個屋村仔 變成今天一個上市機構的主席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上帝很大的恩典 在他身上 透過他在職場上面的成功 都可以造就別人 但是如果你說從一個教育的角度 我想有很多方面我們講全人成長 全人的發展 最傳統我們經常講得智體群美 但是我自己來自基督教學校 我現在工作的都是一個基督教學校的群體 我們很重視一件事就是 教育不只是傳遞知識 然後考到很好的成績 當然這個都是年輕人 他在這個人生焦段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位分和責任 很好做好自己作為學生的身份 是不是 但是考試的結果 無論是怎樣 不是判變他個人的價值 唯一的指標 甚至只不過是很多眾多眾多的可能性裏面的其中一把尺 價值觀很重要 人生態度是重要的 能不能夠透過教育裏面 他去找到自己是誰 認識自己 亦都認識信仰 然後將兩樣好好地結合 將他所學的全個人的造就栽培 找到在他離開學校 離開教育體系之後 一個無論在家庭 在職場 因為在他朋友的圈子當中 他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 還有我覺得很重要 人生在世 不只是滿足自己 還要想想他對身邊的人 其實是不是都會有一個承擔 能夠造就別人 關心身邊的人 我覺得封聖人生 其實真的很多方面 非常之好 今天我想書展裏面 都是很多家長帶著子女來買書 我也看到網上很多朋友 我去表演一下 我買了多少雜作給子女 那些子女買了多少英文書 但是我相信很多家長都很想知道 其實在這幾年 香港都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日子 很多難題 很多困境 不要說小孩子過不了 我們大人都很難去經過 譬如現在我們想說 風盛人生 現在在風雨飄搖的日子 你們都是一些 我覺得很成功的人物 我們怎樣鼓勵我們身邊的孩子 或者身邊的家長 去經歷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Leslie怎麼做呢 你會 我兒女小時候 我兒子剛才也在 她是初中 我女兒在讀大學 你問我其實怎樣去栽培她們 其實她們小時候 尤其是我女兒那時候 一入小學 她那間是一間 很供人讀書的小學 她是一間學校 她是一間學校 她的小學 她的小學 你問我有沒有買補充練習 給她 最初我都跟一般家長 應酬一下買幾本 但原來有人告訴我 買幾本都要夠 要來書展一搭一搭 好像買過年產品 半年貨 我覺得很瘋狂 其實她一年級之後 我沒有再買 我沒有買過任何補充練習 我覺得學校已經有很多練習 我喜歡跟她們做運動 喜歡跟她們玩 喜歡跟她們講聖經 講故事 講歷史故事 講世界歷史 講中國歷史 是開闊她的眼界 我女兒都叫得到大話 我沒有用補充練習 她自己都會有一個規劃 對人生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好像學校長剛才所說 其實每一個人 或者我們在世上 其實是有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角色 剛才很感謝你們 經常說我是很成功 其實我又不是覺得自己特別成功 不是因為我是上市公司主席 一定用成功兩個字來形容 其實我只不過是 我現在在社會 或者在我公司 我擔當一個角色 我就是公司的老闆 或者是領袖 我帶領者 帶領者有帶領者的責任 你們都知道 如果一個領袖 一旦做得不好 你帶到人全部做錯了 你可能公司會帶到你倒閉 你可能不是做老闆 你害到別人沒有工作 害到很多家庭沒有工作 責任是很大的 但這個世界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做老闆 事實上 好像是何校長 他是我其中認識的一位 在我眼中他不是一般校長 他根本是一個教育家 真的 即是你們有空上網搜尋 就知道何校長做什麼 那你是不是所有做教育工作的 都要是教育家 我又覺得不是 你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承擔感 你去做 因為如果你做的事情又錯了 或者引渡錯了 你可能影響教育家 影響很多人 校長可以影響很多人 可能我不一定會做到某個職位 我是一個普通老師 你可能春風化雨 再感染了很多人的生命 你能夠那個崗位做得好 你就是成功 你什麼角色都好 你不一定是所謂要做大佬的 做領袖的 你是二哥三哥 甚至你是最小的都不要緊 你只要做得好 你是對整個社會 對人群 帶來一個造就和益處 聖經的要求都是你造就人 這個就是成功成就 不是世界說你要做老闆 十二門徒都有各有自己的角色 每個都是入室弟子 約翰雅各 是比德的嗎 不是啊 你看之後 士徒人犬 每個都有角色 管飯吃的是什麼 測試 測試 有些有傳福音恩賜 好像阿菲利仔那些 即阿肥利那些 就去傳福音等等 其實我們都是按恩賜行事 不是因為你是比德 你做的才厲害些 他們當然厲害 但是你做什麼的角色 教會起不是就是這樣建立出來嗎 其實我們今天給子女的人生 應該就是給他們知道 其實有很多選擇 不是一定要做大有錢老 大老闆 做高官 你一定是每個角色都有它的意義 你做得好 這個就是成功成就 我覺得是這樣 非常之好 一個的回應 那我又問一下 Lesley 其實你說 不是要她有錢 不是要她有什麼地位 但是好了 如果我是一個普通市民 我是一個普通的家長 我應該怎樣去教我的孩子 不要看錢 不要看名利 但是呢 你又要去幫人 其實我今天聽到你們兩位 要幫人 要幫人 我怎樣去訓練他們 令到他們一個 豐盛人生的mindset 又去幫助別人 找到豐盛人生 怎樣去培育孩子 兩位問一下 兩位都問 兩位都有很豐富的答案 我先說 剛才蔡先生說她兩個小孩 有令我回憶到 我的女兒 其實比她兩個小孩還大 我的女兒已經在做事了 看不出來 很多年前 你應該是吃過澳子磚 沒錯 來到書展 其實我很有回憶 因為在她很小的時候 我就來書展 作為一個家長 看看有什麼教材 我身邊其實很多朋友都告訴我 我已經買了一套十萬元的 學英文的教材 跟著她這樣學 她的英文就會很好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就會有很多的疑問 其實我用一套十萬元的教材 我就可以保證 至少在她的升學出路上 她可以穩陣到 她的語言 至少語文可以穩陣到 她將來 升學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但我知道 心裏面有很多不安 我後來都跟別人研究這件事 其實每一個小孩子都不同 每一個小孩子 他需要的輸入 我們叫做一個input 他的經歷 他喜歡看的東西 都應該是不一樣 如果我們香港 所有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在同年的時候 那三兩年 全部人都是看同一套的英語教材 聽同一套的歌 又唱同一套的歌 到最後出來的 他們那個思考 思維的模式 是不是都完全是同一套呢 那我就覺得 信仰告訴我 不是這樣 因為神做人 其實是每一個都不一樣 那就是因為這件事 我就決定 我不買那個十萬元的教材 但是我就去問 買六八萬元 不是 我就跟我的教育的朋友 一起研究 其實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其實做老師都真的很忙 我當時都非常忙碌 但是原來每一天 要擺時間 跟小孩子去聊天 給他有選擇 跟他一起去選擇 他想看的書 無論有些是講科普的 有些是講信仰 有些是講德育故事 什麼都可以的 中文、英文什麼都可以 但是一件事就是 我跟他一起去 去經歷這個探索的過程 那今天看回頭 我覺得那個選擇 其實都是沒錯 第二件事就是 又回憶回 當他 我還沒生出來的時候 我每一天 當他在我的肚子裡 我會怎樣向上帝祈禱 其實很簡單 兩件事 就好像聖經這樣說 當他出生的時候 好像耶穌基督那樣 他的新娘和智慧 都是得人的喜悦 得上帝的喜悦 新娘是說他的身體健康 智慧是說他在生活裡 他怎樣去選擇是非 和行在其中 我覺得這個就是人生的智慧 無論他擁有的才能是多還是少 所以我常常都提醒自己 有時候我作為父母都會迷失了 希望他讀什麼 希望他怎樣有成就 但是不是 回到最基礎的東西 健康和人生的智慧 得著這個信仰 我覺得聽到何玉芬校長去分享 何玉芬校長除了是一位校長 又是一位媽媽 又是一位博士 我相信其實要去養育孩子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相討這個豐盛人生 不單單只是培育子女 其實可能我們都幾十歲 中女 中仔 都很年輕 我們怎樣去找到我們的豐盛人生 因為我相信做父母 其實都是一個 role model 在家裡 我聽過一句話 其實媽媽和爸爸其實是 家裡的一所學校 那就是他們的子女 是會跟著爸爸媽媽的角色 他們的行為去做些什麼 所以是否先搞定自己 我們應該 尋找我們的豐盛人生 Lexley說 剛才我聽到何校長說 很多家長 很喜歡 旁邊其實就是 很多賣 你講的那些 十幾萬 二十幾萬 一套那些教材 對不對 那我就很感恩 就是 因為在我子女小時候 我根本沒有這麼多錢 去買這些教材 我沒有這個掙扎 不用買了 所以 幸好 我沒有掙扎 說真的 我十幾萬 買了一套東西 對不對 其實 你問我 那些子女 我小時候是怎樣 除了他們上學 上教會主日 這些我覺得很重要 學東西 跟老師學東西 雖然我做生意 尤其是以前 創業的時候 最初是忙得 掉了 但是我都盡量 跟我太太爭取時間 每晚 跟他一起祈禱 聊天 是不少的 有空的就聊兩三個小時 不有空 就兩三分鐘都殺 總之每天都跟他們聊 他們已經習慣了聊天 就算到現在 你也想不到 我女兒也二十歲 我兒子也十幾歲 剛才看到很高大十幾歲 到現在 每晚我們都會聊聊天 然後一起祈禱 才去睡覺 除非我們那天晚上 出去還沒回來 我們 聊天 祈禱 講故事 其實是不用錢的 對不對 不會收你十萬元一年 還有 我們做什麼呢 我喜歡跟他們做運動 跑步 打空手道 是比較便宜的 你們現在玩的 是厲害的 劍擊那些 整套東西 全套 我們可以便宜玩 跑步不用付錢 總之我要告訴你 其實 運動是上帝送給我們的禮物 我們要知道 原來其實我們不一定要花費很多錢 才得到一些什麼教育 上帝就是讓我們 隨時隨在周遭環境 周遭環境 已經有很多學習的機會 有一個我覺得 不僅是給家長 甚至 這裡有很多信徒 很多基督徒 是不是 基督徒固然是必須 應該是向這個方向 就算你未信主 你將來信主 當然要 你未信主 我也是今天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 聖經有一個教導 我們有一個心態 很正確 是很很有用的 就是這個 《肥納比書》四章十二節 他說 保羅說 我知道 怎樣處悲賤 怎樣處豐富 怎樣 或者我飽足 或者飢餓 或者缺乏 或者有餘 隨時隨在我 都有一個秘訣 就是靠著 那位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原來 做基督徒 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 很感恩的一件事 世人都是看有沒有 夠不夠 多不多少 多少 不是 聖經說 就算你是悲賤 還是豐富 缺乏還是有餘 你都有一個秘訣 就是靠著那位 賜給力量的 凡事都能夠去做 凡事都能做 不是說你無敵萬能 而是你面對任何處境 你都是游人有餘 原來你在不同的處境下 你都可以 生存到 適應到 做得到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做基督徒 必須要去掌握的 就不是因為 今天有很多錢 去買10萬元的教材 上明師的課程 讀某一家名校 我將來有出路 不是啊 上帝已經許了 你其實在任何處境 你靠著那位 加給你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就算你是未信主 我告訴你 當然你就要認真 去認識主 你就可以掌握這個秘訣 其實我 我以前都分享過 在很多場地都分享過 甚至有本書 這裏是真正傳播 我怕有時候有人搞錯了 我經常說 旁邊那裏是天道 天道書樓那裏有我本書 就介紹我寫了我自己很多成長的故事 那本書叫自尊之路 自尊之路 自尊之路就不是我 我不是自尊 是我相信一位主 他是萬世自尊耶穌基督 這本是第三版的了 天道馬上拿了 馬上有 這本書 我老婆就說要我做封面 後面就是我小時候成長的地方 在藍田一個公共屋邨 是舊屋邨 這本書現在在各大學 和外面一些圖書館都可以買得到 最好是來天道 書展天道有折扣 如果現在來 我立刻簽名 立刻和你們簽名 拍一張照片和你們留念 那裏有很多故事就是 分享怎樣去學習這種秘訣 非常好 因為基督教科 大家都是一家人 沒有所謂的 哪一檔有生意 我們都很開心 但我們也幫忙推介一下 我們真正傳播 其實大家在這裡聽 我怎樣得到這個秘訣 這裏很多的電影 福音的電影 書籍都是幫助大家 了解更多 但我未完 我先問一下校長 剛才Leslie 蔡主席就說 其實你要認識神 你裏面就有一個充分的力量和秘訣 你怎樣去培養你的學生 去明白這樣的真理呢 再介紹多一次 加密愛理信中學 是基督教中學 基督教中學 我們裏面 不只是說 有聖經堂 我想是整個文化價值 我們怎樣看一個人 譬如我們不會說 我們常常都養學生 希望他感受得到 經歷得到 就是 只要他盡了力 我們一樣欣賞他 不只是看他 是不是考第一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 將人排名 你考第一 永遠都是只有一個 你不會有一百個人考第一 但我們人人都可以 在上帝眼中 看為寶貴 在他找到他自己 擅長的 他可以發揮 他可以學的 他可以進步的範疇 他做得到的時候 我們一樣很欣賞他 多謝蔡先生 因為蔡先生 來過我學校 接受我的學生訪問 我們有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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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 與領袖對話 剛剛這一屆的畢業禮 都是蔡先生 來我們學校 做主例嘉賓 其實這也是一個教育的歷程 他不只是看書本的知識 是他要向身邊人 社會裏面 不同的領袖 不同的人 甚至有些人 不是別人眼中的 所謂成功人士 但他在自己的生活角色裏面 超越了極大的困難 都不放棄 仍然去堅持 這個其實都是領袖 都是很難得 讓學生 在接觸這些見證 接觸這些真實的人物裏面 再去扣連自己所學的東西 我們英文有個字叫做 make sense of the learning 即是他們所學的 和他們真實環境所見到的 能夠是真的有意義吻合 這樣發生 今天的年輕人 才會相信那件事是真的 即是他們其實很聰明 他不會只是說 校長在台上 在組會每天都說話 大家要關愛 大家不要欺凌人 大家要相信上帝 這些是聽的層面 他要經歷 即是不是一個口號 我自己很大感受 因為我的兒生女 正正就是學校長 學校裏面的學生 我的兒生女本來 她是畫畫很厲害 但她讀書 其實其他科是一般的 不過經過你們學校的培育 她全班好像都有頭三名 然後來 我很感恩 因為真的 她看到她在畫畫 學校給了很多機會 她 我也會看到 其實人生裏面 有很多的 前兩天 我們說起跑線 和其他嘉賓 其實都很吻合 因為來到香港書展 很多是家長 很多都是愛孩子 但愛孩子之前 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去愛自己 我如何去找到這個封聖人生 我如何去尋找一個心靈的平靜 和我認識到上帝 也都知道那個價值觀 是如何去找得到 我相信在這個小攤位 甚至乎這個基督教方裡面 很多的書籍 都會幫助到大家 不如這樣 我們鼓勵一下 我們香港的市民們 有幾句話 可以鼓勵他們尋找封聖人生 因為現在在香港很多人 需要正能量的說話 Leslie Zeno 鼓勵所有家長 或者所有香港人 今天來書展 逛街 我祝福你們 能夠尋找到人生 最真正 最終極的意義 不要讓世界很多的價值觀 去衝擊你自己 你知道其實從小到大 特別如果你是接觸基督教信仰 其實你已經知道 上帝是為我們預備了一條路 是一條公義正義的路 是讓你去走去尋找的 但是我們世界上的價值觀 可能衝擊我們 我們不要那麼容易被它衝擊 它衝分了我們 更加不要將這些影響 帶給下一代 我們要輔助下一代 好好尋找上帝為我們 預備真理的路 至尊的路 萬世至尊耶穌基督的路 謝謝Leslie 謝謝 接著下者 封聖的人生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是的 但是終極的答案 我們基督圖相信 是在我們那個上帝當中 因為主耶穌以他的血去作為一個熟假 讓我們可以擺脫罪的酬怒 我們真的在說的永生 其實是一種超越我們人間 有很多不同的標準的自由 是的 希望透過這個書展裡面 都大家去接觸不同的基督教的團體 無論是媒體的 好像真正傳播 或者其他的書籍 子尊之路 都讓大家去思考 原來終極人生的答案 是在我們的上帝當中 祝福大家 是的 多謝大家 大家今天在我們現場合不合聽 大家聽了這個分享 合聽給點掌聲 好嗎 多謝 多謝